嗨 大家好 我是米學 我們今天沒有桌子 因為呢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是一個實測型的頻道嘛 每天的頻道類型都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非常神奇的東西 就是它 Black Seal 中文呢 就是它是修正的貼 然後就 Liquid Rubber 就是液體噴霧 然後這個的意思呢 它就是一個防水的噴霧 本來有裂縫的東西 你噴上去 它乾了之後 它就防水 它就不會漏水了 就跟之前它其實還有出一個膠帶版的 這樣貼上去 就是一樣的意思 這次呢 這個是噴霧版 那我們這次 當然要來實測它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們找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呢 是這個 有一個破掉的 破掉的垃圾桶 然後因為它剛剛太髒 所以我洗了一下 就是這個破掉垃圾桶 我們要拿這個噴霧噴它 看它能不能完美的修復這一個破洞 然後第二個 要來測的 這個是 我看到他們廣告有測 我覺得這個太浮誇了 這怎麼可能會成功 濾網 過篩的濾網 它說可以讓它變成一個完全就是防水 水不會漏出來的碗 這太匪夷所思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趕快來實測看看 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們鏡頭往下看 好 我現在已經就是做好一些防護措施了 我戴了口罩跟手套 因為它破掉嘛 所以我們要噴漆的時候 要記得把它這邊壓平 讓它等一下才可以比較完美的覆蓋住它 然後就把它壓平 那我們就開噴了 這個使用前呢 要記得先搖一搖 開始囉 我噴 它超像瀝青的耶 我在鋪薄油露嗎 再噴一點 是不是歪掉了 噴歪 它沒有辦法噴直的耶 為什麼我剛剛試圖要直就它一直噴歪 那這個先放著 等它乾一下 它看起來現在非常的濕潤 非常的濕 要等它乾 我們才能知道有沒有效 先來看一下裡面 它也沒有從裡面跑出來 好髒喔 那我們繼續噴我們的這個 哇 濾網 欸 請問一下 有看到我的濾網發生什麼事嗎 我在噴哪 沒關係 我們繼續 手好痠喔 如果要噴濾網 它可能第一個濾網的洞要滿小的 然後第二個 我就慢慢噴 可能噴完我們噴完第一層 要等第一層乾了之後再上第二層 它才可以完美的把它蓋過去 它現在我們拿起來看一下 網子上感覺沒有附著 有啦有啦有啦 還是有一些啦 還是有的 嗯 我先再噴一點 然後我們就先等它乾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它已經 我們剛剛放置了 半小時 四十分鐘 它感覺第一層已經差不多乾了 我們就決定來幫它加強一下 因為你看我們的濾網 它還非常的 嗯 非常的不能防水 一看就知道 非常多的洞 那我們要進行第二層的加固 這麼麻煩幹嘛 大家為什麼不去買一個新的就好了呢 濾網那個直接買一個鋼噴 比較快 啊 它真的亂噴耶 這好像為了讓它平整一點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它整面鋪 來第二層 好 放著 再放一個小時 再放一個小時 我們再回來 為什麼要這樣整自己呢 等它乾了之後 我們應該這次就來 實測它到底有沒有 完全的防水了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 又過了一個小時 我們剛剛噴的膠 應該差不多都乾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實測時間了 現在呢 我準備了一 一杯的水 我準備一杯的水 然後我們就倒進我們這個 被修補過的垃圾桶裡面 看看它到底 能不能夠 止漏 真的沒有出來耶 所以是有用的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試驗的 這個濾網的部分 好像不用試就 因為我們這個濾網 可能是對它來說孔洞比較大 等一下 等一下 要再倒多一點 等一下為什麼 它沒有在滴嗎 等一下 我要把水全部倒進去 有啦 有沒有用力倒的話 它有一些地方 剛剛它還沒有 沒有填補到的地方 它會滴水出來 對 就只有這裡 可是呢 它其他你看得到 它已經完全沒有空氣的地方 它是不會滴水的耶 所以它是 Oh my god 它是真的耶 如果我們有把它完完全全的噴石的話 它是真的不會漏耶 看得到嗎 像這些地方它就不會漏了 像這些有一點點凍的地方 就是還沒有噴密合起來的地方 所以它還是會漏 但它竟然真的可以 噴一噴就防漏耶 太神奇了吧 不過我要說 就是什麼地方需要用到這個 實用性很低 可是很神奇 很神奇啦 你會覺得好神奇喔 竟然真的可以 但你仔細的想一想 冷靜的想一想 你去買一個新的就好啦 為什麼要用這個去修補這些壞掉的 這個是孔金嗎 孔金 就是孔金還是怎樣 平常買不起是不是 不是啊 就一個塑膠桶而已啊 那以上就是 我們今天測試這個 Flexil噴霧版的實測影片 實測結果呢 就是它真的可以修補 但是 就是 為何要用它 除了第一個缺點 是它等它乾 需要一段時間 然後紙上一層是不夠的之外 它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這個噴頭 可以看到嗎 這個噴頭的部分呢 它很容易 像我剛剛有一次 我就對準噴 可是它竟然往左噴 就快噴到我手上 就是蠻危險的啦 但我的結論還是 直接買一個新的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這個去修補它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